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FB還有Twitch 那喜歡這款遊戲的朋友們 可以在底下留言可以看 提出一些對這款遊戲的劇情的看法 那喜歡大師的頻道的話 可以加入右上角有一個QR Code 底下的資訊欄也有連結可以點進去 記得輸入你的Twitch的名稱跟YouTube的名稱 就可以加入大師的社群了 那社群審核是我本能審核所以比較慢一點 好那我們繼續遊玩 青青九大雙交1999年出品了 我們現在的劇情是要到忘心園去找 傷心他的娘親 忘心園的激光發動 難道有外敵入侵 既然進不去 咱們就走吧 喂 等等 誰說進攻我娘我就要嫁給你 少創美 我很久沒回來看娘親 想對親一點笑道 既然萬星人有難 更不能一走了之 欸 剛才小鮮裡的臉呢 你倆也是個美人 名字美人 有美的不如瞧瞧 這人色也沒什麼意思啊 你不是紙龍賭 什麼時候跟張青聯合起來 要挾我啊 他當初是為了育娘子搶燕蘭天的寶藏 搞不好張三年和燕伯伯有什麼暧昧的關係 只要遭受了把柄 就可以威脅張青 讓這個暴力女服服貼貼 欸 好吧 小鮮女是地頭蛇 說 怎麼辦 我照辦就是 要破霧器 一定要定心桌 我一直在她身上的 欸 火 火紅色桌子上面 可有細紋 怎麼不見呢 聽說女孩子家身上有很多可以產的東西 欸 喔 比較細心 幫你搜搜 都是你 一定在戰海村 你傷了櫻桃的尾巴 害我醉毛的時候掉了 我還沒叫你陪我馬兒來 可惡 招三大姐姐救命喔 你以後要變成殺人犯了 她又沒床出去 從此以後 她都找不到男的 唉唷 我好痛啊 至少鐵線讓你開以後 為什麼我被傷心欺負 一點都不會生氣 要不是再度淘汰 別提這麼用力 我以後可不敢見小仙女什麼東西啊 唉 真可怕 小魚喔 你好壞 怎麼這麼久才看我 你知道人家有多想念你嗎 唉 唉 這個 我很尿急啊 先去防飛一下啊 唉 桃花姑娘 你有沒有見到一個 火紅色珠子上面 刻有細紋 還是 知不知道有誰撿到過 哼 這個女人在這 我看心就煩 想不出來 正跟那裡死在裡 加馬賊刀下的 乖女孩 我跟你說 請你暫時先出去一下 哼 桃花姑娘 還想不想見到白衣少年 她問到我了嗎 她現在在哪裡 只要你說出電心豬的去向 我就說出鐵心男的狀況 電心豬就到 看 她能遇上手裡 不過她一定是不承認的 她先前就過往客了 喊下一萬了 除非你怨念當怨大頭 買這個珠子 仔細聽好 鐵心男本名是鐵心男 是個女的 她現在正和一個大帥哥 花舞卻在一起 心頭怎麼突然一片酸楚 蛤 何苦呢 這樣都昏倒 哈哈 誒 剛剛真的不是有一個人嗎 誒 我是不是要先觸發 還是不用 一萬兩 買你手頭上的火黃的定心豬 誒 我還記得你 你就是先前騙我們錢的八面少年 只是錢的六千多 兩家利血 三萬兩我就賣 那本來就是我的東西 你敢試試大開口 額詐我們 那兒子和你做兩本 對不到你賣老婆偷褲子 我選哪一個啊 這句話好熟悉 我想起來 上次就是這樣 誒 我 我們來試試看 定心豬 定心豬 就送你了 學聰明了 我們來試試看 定心豬 的功效 物理器散了 可以進去了 喔 要走一個迷宮是不是 喔 要走迷宮 家裡這麼大是怎樣 既然運良子失目逆南天 我覺得他高興 下子 人生如賭 江湖學到憤怒劑 你怎麼這樣搬得像不像 這是從江湖傳武上提奶的模樣 要薄薄變成 要薄薄變成耀冠者的事 還不能泄底 想 想 是快殘神了 我看到都有點毛毛的 既然大哥為什麼要緊張 燕南天這個獨醜是出名的 我一生逼得無數 十多年全露在他手上 要不是我竟然做些傑伏記憑勾檔 那天 一定是在他的高校 到現在想起來 都還有心有餘氣啊 那我良劍長一定很高興 帥 OK 娘 你看我帶誰來看你了 你為什麼過了那麼多年 才來找我 到處又是肯回頭多看我一眼 我可能就會等你 不會嫁給 呃 對不起 我本來只想讓你高興一下 但是恐怕傷到張青的心 不管我怎麼欠 只想你一直一直哭 還我老你的話掛不住 還你和他談一談 好好把握機會 突破他的心房 這女孩子以後就跑不掉了 嘻嘻嘻 想要找也找不到 而且你也不是沒人要 那我算一算啊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身排這麼空 像你這種身材的老婆 還能農娜五六個 要是你哭愁了 小臉 我只好把你從貝爾全民家上除名喔 你亂講 嗯 好像有點笑 我哪有亂講 我就是覺得你還不錯 才會結伴同行 你自己再說沒人要 有什麼證據 沒說出一個理由的話 你也才在亂講咧 我才不想你愛騙人 我說你可要仔細聽好 自從爹死後 我和娘相依為命 娘親很疼我 我一直想讓娘親高興 其實我早知道娘親不愛爹 我是對燕南天情形 我只是一直不肯承認罷了 所以你娘剛剛 我幫了燕南天 所以 我根本不是爹念愛的前進 我島中出事期都是有錯 本來張青找燕南天的寶藏 就是想忘了這件事 到突然 人生一點意義都沒有 還是死都算了 張青生長於不見群的環境 內心中我一買 難怪性格暴力 你的出事 絕對是有意義的 最少在我失去鐵心欄 萬念聚會的時候 我對你的一吻 救了我整個後半生 青兒 你聽娘說幾句話 娘並不是不愛燕南天 只是當年更愛慕燕大響 寂寞的心情 我也隨著時空的變化 而純熟 一生只愛一個人 那是老天安排的童話 或許你現在聽不進去 但是青兒長大以後 一定能理解這複雜的心境 我失去影殿的時候 差點失去生命 生命中心而致敬 那時候突然瞧見 你天真的下樓 娘才決定繼續活下去 你是娘的心肝寶貝 我不會再耐眼傷心的 原諒我好嗎 娘 娘 這母女娘終於和好 可是我越看越心頭 心頭越涼 爹爹娘都不在 娘 我們來的時候 為什麼萬星女的機關 已經啟動了 炎王們速度派臉來騷擾 我照以榮物 榮物正抗敵 我和他們交鎖過 照炎王們的魔攻厲害 要對付這魔頭 還是得增進功夫 念南天當初 熙雨時遇倒 失誠萬隻老人 知道這件事的並不多 你們可以從儀山大床前往 拜託他傳授武功 原來燕伯伯的師父 那還找燕南天武功秘笈做什麼 一群人互相殺了殺去 真蠢 小月在笑什麼 一定是在想海紅豬 我哪有 我真是沒想到 小仙你管教得這麼嚴 你還能這麼薄啊 天下不知道多少男人要把你圍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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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變大 什麼東西變大 要有厭刺鞭法 我記得 玉娘子的戲份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 這回是 他不是壞人 只是耗賭的強壯漢子 這骨鬼 熊野山光吧 這位勞哥好眼睛啊 你是 橫漿一鍋風 黃花 紅的頭額 喔 上的頭額 那 該知道規矩 別想到我床上開局 路上我可能打不過你 不過 我在船板上活了大半輩子 水裡混凝僵了 功夫 你一定不想凝僵 四十五活者為勁鐵 我也不敢在大哥 綿綿顯仇啊 海世界看起來不過是乾餅中的中天的 沒想到那 軒雲山光暫時戒毒 黃河水框陣營有沒有下落 綿爹已經被通緝 害我們都不敢輕易上岸調查 這件事我們調查清楚了 這全部都是江別鶴 與炎王門合力的大陰謀 像江別鶴的屋子已焚毀 只剩下炎王門可能有陣營的下落 雖然我們知道炎王門所在 但是這次武林大會舉行時 各派本山 被挖 而且怕炎王門很困難 難道我們要含怨一輩子 所以我們想去食慾島拜訪萬隻老人 請他們幫忙 食慾島有助萬隻老人 怎麼走和這麼久 只知道那島是險惡異常 去燙草的人都有去無回 你們確定要走這一招 就算萬隻老人年事太高掛掉 會根本沒有這個人 那就算老天瘋虐我們吧 既然在三位子一前往 老夫就在你們一城 不過路途稍遠 要個大巴那才會倒 請諸位進場休息吧 小 小什麼 我們小歲一陣是吧 小月兒怎麼趕路也累了 既然大哥 你也早點休息 讓傳家女孩好好盡一下本分 年少輕狂自愛成怨 何苦呢 爹 小…小月兒救我 我被點區了 你們父母娘做了什麼 那台佔進到哪裡 還有宣言三光嗎 討厭的女人 處理掉 這兩個傷害魔 要把我堆到水裡為旅 宣言三光被收買了 我才沒沒說買了 我是中了海獅爹的肩地堵住了 我大意不能躺渾水的 海老爹 你江湖走了這麼多年應該是很迷你的吧 是什麼原因要說清楚 讓我們死得瞑目 要怪就怪本上是走吼 海洪豬日也哭夜也哭 我就這個寶貝女兒 一夫藍龍惡女 我好不容易打得到機會 當然要排除障礙 原來如此 好 幹得好 小仙女原本就是僱人院 她是最有應得 你 你開玩笑的吧 小鈺啊 你這個沒良心的 盡量說死別人厭死我 這樣我也不想活了 你不把我堆在水裡吧 乖女兒 你做決定 不管如何 爹都會支持你的 可沒有第二次下手的機會 好好考慮 我 我還是下不了手 三姑娘 我好卑鄙 我對不起你 老爹 海洪豬這麼漂亮 個性又不會那麼大方 遲早會遇到好男兒 我四處飄盪 今天活著 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死 好了 你的意思我何嘗不懂 該勸的我都勸過了 要是趕緊的事 可以講道理的話 唉 不過還是謝謝你 相信小女 這次會懂事很多 還有張姑娘 小女真正的朋友不多 希望你大人大量 別人借壞 而疏遠紅豬 你就把鞭子丟在地上這樣 小月 你脾氣繃緊一點 等我能動 讓他鞭子好好教訓你 欸等等 我剛剛是救了你啊 那他們把我拿去餵魚叫救我 這你就不懂了 海洪豬本性溫柔 只是因為我太有魅力 一時間痴迷才會害死你 真正叫他害你的時候 他才會驚覺到其實沒那麼恨你 可是 他萬一想通 真的要幫我拋他合力 所以人性如賭 每一次覺得都嚇得住 我們一向只能選擇比較有利 一面高的失誤 可是萬一失敗 那也沒辦法 你拿我當蟲馬 萬一賭書 我死了怎麼辦 那就屬於傷你唄 哈哈哈 別說上企劃 記得再見到海公娘時 千萬別給他臉色看 時遇到已經到了 祝你們一路順風 啊這邊有對話 啊哈哈哈 好 連禁掌從這邊拿對不對 哈哈哈哈 這時候拿連禁掌什麼屁用啊 好只要萬一隻老人 小連環密集 你們來耶 我知道 可是我連事已高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傳送 我幫 常會恢復一下 休息過後 就請離開吧 老前面竟然遭江湖賊一份事情 還盡傳送武學 祝母當初要邪 勞求隱居多年 潛心修行 時代不想再涉及江湖中任何事物 反正來來去去 總是正名奪利 不是因父母朋友恩義而死 就是難以愛念願度而亡 因賊猖狂自己自然自滅 正道推斬自己一會泥板 天理循環 護有囂張 其我們區區技能所能力挽 小英雄 乾脆留在這兒 給我修到算 看得破名利的人 的確是大者 但我聽某個和尚說過 放得下還拿得起 才更偉大 不叫大神發怨度 是不是嗎 少年人有這番見識 實在令腦囚佩服 但也不免令激動 以眉語間突發證據 行舉 行舉言談卻一派喬先 本心不餓 但思想不成熟 顯然還放不下兒女私情 和江湖仇怨 何必跟我談 扛個起家國重擔 何不求回報 我不懂你們趕快牧場的大道理 沒錯 你們不完全以江湖為重 想學武 也驚喊小燕報復的心態 但是對現在這監惡的江別賀 與淵妄門扯惡的同時 就是為大眾吸引力 這樣又難也不對 快人快魚 消嫌女說得得 要是真遠的犯的老子 那你要好好報仇 這就是老球擔憂的事啊 是非善惡本無絕對 說是善惡的同時 又怎麼確定你們是正義的一方 就算你們真的是散了一番 老球的傳說武宣 誠惡出兇後 難保各位不會勇武之好 將自己變成另一個魔頭 那夜南天大俠 憑什麼能… 憑什麼能夠 喜意與老前輩作下 夜南天是吧 幾個不成才的圖兒 就是他最有骨情 出到這幾年 應該沒有捨棄他 飢餓如醜的本性 哥哥老子裡 任誰見著他 就要逃口吃 你老叫的好徒弟 只可惜章而捏得太重 這個一生就要硬撿 天鵝與我門下六年 就很看人 等到看清楚 他絕不會失利而貪奪了人品 我才願意從基本功攪起 前輩所言其事 無論王輩如何勝負別解 都是沒用的 可是我們沒有時間 再等五六年了 你竟然知道江湖 就要掀起心風邪雨 前輩慈悲 總不能眼睛 看見癡魅亡了 恨性 塗炭生命 夜緣千隱啊 既然躲不掉 江湖後輩的事 就拜託你們了 謝謝太師傅 先別謝我 我也不收你們為徒 那天為非作歹師 別順到老酒頭上 就當我武學秘笈 不小心掉在路上 被你們練到 4 本派的武學比較奇特 叫駕伊神功 就像神兵力氣鍛鍊後 要磨滅太多的鋒芒 出招 就要知道收招 學此爆炸的武功 必須承受極大的磨爛 先承載破 破而後塵 傳授給你 好之為之 前輩還有什麼要交代的 那邊石上有些兵器 你隨便搓一把 還有小姑娘的火系要收斂線 演技大了 偷吃才不會變茶 前輩觀察入圍 終究是為你好 好 第二七 怎麼趕著山路呢 就這樣就教我架伊成功了 平 兩上句話 武器順便挑一把 怎麼挑 是 對話十次 3 4 5 6 7 8 9 1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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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好痛喔 欸魚人他很強欸 沒關係了 你竟然會邀請劍法 好痛喔 不是啦我是說我有秘技啦 不是說他有秘技啦 我現在直接打死他啦 就這樣 真的假的 這個要身邊獨得扣 還好是 眩暈三光 不秀忍辱布魯蜜 不願給我們厚身小背棋真實性 長那王魂劍 然後這邊有一個衣服對不對 這邊又有敵人喔 好拿到了 走吧 我焚燒引光神福 歸盾生前 沒想到少侠人有幸找到我 想必有先緣跟我隱游四海 我還有藥師要辦 有機會再說 師父 師父 師父他要跑了 你給我停步 唉呦 好像很強欸 就… 你行 就… 你抖了 你… 你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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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你抖了 為甚麼 我會不會 應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偷了吧 還好 普通的攻擊而已 好爛喔 哎呀就靈活了 好了就這樣我要直接勝利了 他不用學先 傻沒福氣 何必強求 是 可是 贈到日川 鬼妹吃 玩鳥 竊戰 罷了 雨軍日後自然有別套遊戲 來整治妖血 我們走吧 零級法器 這零級法器怎麼像是 使用招式 威力加強50%的程度 哦 好 我們今天到這邊好了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地面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按按鈕跟鈴鐺 可以加入大師的LINE社群 在底下的資訊欄有連結 影片有右上角有QR Code 謝謝大家會喜歡 就在那裡刷刷這款遊戲啦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